劝术师 这样才算尽到自己的责任 折士某 明朝末期 浙江有一位书生 在一个指挥使家里坐 师属教室 一天他有病 感到寒冷 叫学生进屋去拿一床被子 学生不小心 把家某的鞋卷在 吊在 属师的床下 师徒二人都没有发现 指挥使无意中看到 便怀疑妻子 遇属师师偷 审问妻子 但他坚决不承认 指挥使就让家中的婢女 假传妻子的意思 请属师前去私会 自己拿着刀 躲在门后 若是属师除门赴约 就把他和自己的妻子 一起杀掉 属师听到敲门声 问婢女有什么事 婢女说 我家夫人 有意请您去相会 属师听后很生气 态度严厉地把他赶转 指挥使用强迫妻子 亲自去和属师约会 属师说 我是你们家请来的属师 怎么可以背地里 做见不得人的事 请你马上离开 指挥使的怒气 这才稍稍平息 第二天 属师向他辞职 准备离开这里 指挥使这时才知道自己错了 向属师表示怯意 又经过这个村子 想和这个女人重修就好 在夜里去敲她的 这次又为他丈夫发现 把他抓住 拟拟 邻居也来帮忙 当下把他打死 然后一起悄悄地 把尸体丢弃 竟然没有发觉 劝少徒 年轻人随不想拥有财 好赢者却贫困潦荡 年轻人随不想金榜提名 好赢者却命运坎克 年轻人随不想找生贵子 好赢者却没有后代 年轻人随不想健康长寿 好赢者却寿命短促 一日风流最终落得终身碰富 若是胸怀怨大的志向 切不可让自己孝养父母 抚育儿女的宝贵之身 片刻迷情于花柳之间 后胜可谓 务必戒胜了 堂稿 安徽社县的堂稿 年轻时在灯下读书 有一个女子想挑逗 女次把窗纸填破 堂稿把窗纸捕好后 在上面提示道 填破纸窗容易不 孙人应得最难修 一天晚上 有个圣人路过他家门口 见到蒙上有块壮颜柄 左右悬挂两个灯笼 上面就写着这两巨师 圣人感到奇怪就上前训问 这才知道是神火 后来堂稿果然中了壮颜某 毛路门 归安的毛婚 浩路门 二十岁时到鱼瑶秋雪 拜钱英杨先生为师 钱先生家里有个婢女 见到他以后 就假装到书房找猫 想遇他发生私奇 他严肃地说 我远离家乡拜师学习 如果对你做了卑礼的事 怎么回去见我父母 又怎么面对你的先生 婢女惭愧地走 后来他考中进士 文章明文天下 陆仲西 明朝家境南京 陆贵栽的儿子陆仲西 柴华出手 有次陆仲西随他的老师 秋某住在京城 暗中偷看对面住的 一位美丽少女 秋某直到以后 不但没有禁止 还对他说 都城隍最灵验 何不向他祷告 帮你实现自己的心愿呢 陆仲西听了老师的话 就去城隍那祷告 当天夜里 陆仲西忽然在梦中大哭泣 众人惊慌地向他询问 陆仲西说 祖城隍正在捉拿我们师徒二人 众人追问原因 他哭着说道 城隍神查了一下我们二人的路 我名下写着应当中假雾年的状 老师名下什么也没有 城隍神把我们的情况 禀告上帝 削去了我的路级 老师则被抽长 以仗写上天的惩罚 说完又接着哭泣 此时教管里的仆人前来敲门 报信说 邱某因患 脚长沙而死 后来陆仲西果然成了一个贫困低贱的人 以此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不见蒲田县有表兄弟二人 他俩在一起求学 关系很好 其中一人容貌丑陋 但很富有 一人容貌尊秀 却很贫习 冒仇者的妻子去世 想起一顾富家女儿做祭事 但对方一定要先见到他本人才答应 他就恳请那位容貌俊秀的表兄弟 代替他前去相亲 富家看到来人后便答应了婚事 等到了婚期 女方又希望男方亲自去迎亲 冒仇者再次恳请他的表兄弟 带他前往 刚到女方家 天上忽然下起了大雨 由于两个地方隔着山里 道路难行 女方就要迎亲的人住下 她虽然在山千样不肯 但又不敢说明真相招致取辱 女方家里怕错过良辰吉日 又非让他们当天就外谈成亲 她无论怎么推辞都不行 到了晚上 她不敢造词 自好合一睡下 第二天雨下得更大 女方留他们再住一晚 她还是不敢心尽心念 这样直到第三天 才把新年迎娶回来 冒仇的表兄弟气坏 跑到县里去告他 县令雷英龙亲自审问 这位人冒俊秀的表兄弟 哭着把事情讲了一遍 查清事实后 县令对冒仇的表兄弟说 你的未婚妻既既然已经与你的表兄弟 睡在了一起 当然不能再嫁给你 你也不愁找不到妻子 然后又对容貌尊秀的表兄弟说 你在暗示之中 也不做亏心事 所以上天把这个女子赐给了你 原来的聘礼由我替你偿还 于是给了他表兄弟三四两银子 让这个女子与他接位夫妇 劝不合妻子者 夫妻关系不合 不是丈夫的原因 就是妻子的原因 同常两人都有责任 绝不会双方都尽心尽力 却仍然相互抱怨 然而当今天下是男人的天下 不是女人的天下 所以家庭的不合目应当归罪于丈夫 俗话说 人生莫做妇人生 百般苦乐由他人 女人离别了自己的父母亲人 嫁入夫嫁 与他生死相随 可以倾诉心事的人 自有自己的丈夫 饿了要等丈夫回家吃饭 冷了还要惦记着给丈夫加衣 有脚不能随便出门 有口无处诉说委屈 以自己的身体 赐奉丈夫的身体 离开自己的父母 来效仰丈夫的父母 若是所嫁丈夫长期在外经商 或是四处游学 自己独守坑房 行影相怜 这样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是多么难耐 我若四处寻花奔流 照尽恶业 沉迷于社情场所 独自享乐 一旦惩罚到来 全家都要遭遇摘祸 即使铁石心肠也会落泪 或是一旦富贵 便广纳居切 轻视自己的结发妻子 受苦受累的日子 一心一意跟着你 有钱有势的时候 却将他抛在一边 这也太无情无义了 普劝世人 安心于平淡的家庭生活 不要羡慕那些风流运势 遇到美貌佳人 莫忘洁发之期 不然自己后世转位女人 一定也会独守空房 含恨落泪 乌一村 四名的乌一村 明梦镇 二十九岁时 妻子何事去世 她发誓不再续取 终身不谈及男女之事 有改嫁后的女人 带着财务想与她发生私情 她气愤地说 你自己不能守劫 为什么还要来玷污我 晚上 有女人想与她私会 她就严厉地让她离去 但也从不声张出来 义里自己带着两个儿子 一起济然入岁 就像守寡的妇女一样 当地官员 常争给她一些粮食 布皮 还在她家门上悬挂 义夫的贬额 以示嘉奖 她的儿子 乌元慧 后来当了心安太少 甲育史 明朝的甲育史 幼年时与魏处世的 女儿定下了亲事 后来魏家的女儿眼镜实名 就想把聘礼退还给贾家 她却立即把未婚妻娶了过来 她的这位夫人 由于自己眼睛不好 常想让她再娶一个妾 她却一直都不同意 后来甲育史的哥哥 在户部当官 在京城娶了妾 甲育史的夫人 就更想让她也娶一个 可她坚决不同意 她的儿子甲肯 二十岁就中了进士 一直做到刑部主事 史堂 史堂在原来身份微贱的时候 就已经结婚 重进士后 常常遗憾 未能娶妇家女为妻 与妻子的矛盾渐渐加深 以致彼此分居 她妻子郁郁成疾 饿病多年 史堂却重不去探望 妻子临终时 在隔壁喊她说 我马上就要死了 你忍心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吗 史堂竟然不加理睬 她的妻子死后 史堂感到内心不安 就听信邪说 用土质的器皿盖住她的脸 并应夹锁捆住尸体 当晚 王妻给她自己的父亲托梦说 女儿嫁错了人 活的时候受到虐待 死后还要受无数的诅咒 不过 她也因为虐待我 自己的寿命和关禄 全都被消除了 第二年 史堂果然死了 裴章 河东有个人叫裴章 他父亲镇守经中时 有个神圣名叫谭照 承预言他将来的地位 有可能超过父亲 二十岁的时候 裴章取礼式被欺 后来裴章到太原就职时 却把妻子一个人留在落中 自己带上别的女人一同前往 李氏感叹自己的薄命 就借杀吃树 不穿用丝绸衣物 天天送读佛经 十年后 裴章又遇到了谭照和尚 谭照惊讶地说 我十年前 曾说你一定会地位尊贵 怎么现在却全被削尽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裴章无法隐瞒 如实说了 谭照说 你夫人活着的魂灵向上帝控告了你 恐怕你要大难临头了 过了十多天 裴章被他的部下抛福 杀死在浴缸中 内障都流了出来 陈公子 家定的陈公子 是儒生徐先生的女婿 他宠爱 碧怯悦兰 因此夫妻关系不合 恰好有一个算命婆到他家中 直到了这件事后 就向徐夫人索取重架 给他一个小木人 身上有七根针 让他悄悄缝在丈夫的枕头里 过了三个晚上 碧怯就会食丑 徐夫人按他说的去做了 半夜时 丈夫忽然狂叫 口吐血沫 徐夫人又惊又悔 取出小木人折断了 不久 徐夫人也狂叫起来 致称是杭州万卷书 过了十多天就死了 家业也由此衰败 婆罗门父 释迦莫尼佛在世时 印度有一个婆罗门 他的妻子没有小孩 妾生了一个男孩 丈夫因此很喜爱她们母子 妻子非常嫉妒 装作同爱孩子的样子 把一根细针从婴儿的卤门扎入头顶 全家人都不知道 婴儿就这样哭着死去 妾因为自己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 后来对此事有所察觉 就问一位圣人说 假如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 应该修什么功德 圣人说 如果能受刺八观灾界 有什么愿望都能实现 妾就受刺了八观灾界 其日后死去 她死后转身为婆罗门妻子的女儿 容貌端正 不过刚一岁就死了 婆罗门妻子哭得比妾死了儿子还要伤心 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儿 比前面的孩子更漂亮 但不久也死了 就这样一连生了七个女儿都死了 最后生的这个女儿 长到十四岁 快出嫁的时候死了 婆罗门妻子天天伤心欲绝 不吃不喝 她女儿的尸体放在棺材里 不忍心上盖入泪 她就天天看着女儿的尸体 觉得人貌更加可爱 这样过了二十多天 有一位阿罗汉 化作一个圣人的样子 到她家中直言相告 婆罗门妻子这才有所醒悟 再看女儿的尸体 已经臭不可闻 于是就请圣人给她受计 第二天 她想前往寺庙 忽然有条毒蛇挡在前面 圣人知道这条蛇是婆罗门妾的转世 就带她忏悔 解除彼此的冤仇 蛇死去之后 又再次投身为人 劝求求是者 家中要身处男孩 人们知道取决于自己 却不知道其实取决于天意 人们知道取决于天意 却不知道其实全在于自己 为什么说是取决于天意 世上有人妻妾满堂 却没有儿孙 有人只有一妻 却子女众多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还有人多方滋补 而没有效果 有人不吃补药 却找生贵子 有人不断尝试 却肿不成功 有人一次同房 就怀了下身孕 这些都是天意 不是人所能决定的 为什么说其实取决于自己 那些断子绝孙的人 若不是因为今生作恶多端 就是由于权势恶行的报应 坦荡无私的上天 绝不会苛待任何人 既然作恶与招字摘殃 修善自然就会获得福佑 比如老虎静下的精灵 自己系上还要自己去解 又像寒潭之中的水 冻结成冰 也一样可以融化味水 所以人的命运 其实全由自己把握 并非取决于天意 善于求子的人 往往在不求之中自然得到 在勤行善事 方便助人中自然得到 在慈悲平等 对待一切众生中自然得到 既然见到前人所得的善报 何不自己也照着去做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